马股过去一个星期表现不太好 这和我国迟迟组不成新内阁有关系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真人道 我是主播婷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上任超过一个星期 今天总算入供境界元首 提成了新内阁名单 但是截至下午4点 内阁名单还是没有出炉 投资者对国家未来政经方向继续物理看花 让马股表现失去憧憬 为了赢得国阵巫统的支持 安华会让渡多少个关键内阁职位给巫统 是市场迫切需要知道的 投资者紧张的观望 让马股这个星期表现不太好 一直冲不上1500点 包括星期四全球股市大涨的时候 马股表现也是普普通通罢了 而随着综合指数今天走跌 马股整个星期都是下跌的 这对新首相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还好还好令吉的走势不错 整个星期起了3.5% 今天更是涨破了1美元对4.40令吉的水平 这应该是安华和全国人民都乐于看到的事情吧 来关注加密货币的新闻 这段时间加密货币市场不断爆雷 连全球第四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都破产了 引起投资者的恐慌 不过证券监督委员会就出来 安抚本地的加密货币投资者了 只要你用的是本地合法的数字资产交易所 那你大可放心 你的资产是受到充分保护的 不会被FTX破产事件所影响 证监会强调 当局正在加强对本地合法数字资产交易所的监督 营运商的钱和客户的钱都会被划分清楚 就算是平台破产了 投资者的钱还是找得回来的 证监会也呼吁投资者要保护自己的钱 就要转用本地合法的交易平台 而那些不受监管的平台 也要赶快申请以获得许可证 把焦点转向国外 美联储最近的立场开始转为温和 美股也开始回弹进入技术性熊市 所以投资市场已经雨过天晴了吗 摩根大通的策略师昨天就出来警告说 没有市场还没有好转 明年上半年美股还是会急剧下跌 小摩策略师认为经济温和衰退 和美联储继续加息 都会让美股在明年上半年 继续跌破今年的低点 同时高盛核的意志银行策略师 也预期了明年美股会有剧烈波动 事实上美国刚刚公布的制造业指数 也已经下跌到49点 显示制造业活动陷入了萎缩 衰退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了 联储国际 CIMB在过去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不错 核心近赚14亿令吉 凤龙头行研究认为这个表现超出预期 他再有说到 CIMB的营运开销控制的蛮有效的 9%的贷款增长很强势 并相信这些都可以持续 不过银行股已经走强了一段时间 CIMB的股价在过去5个月的表现也很不错 好消息都已经消化 投资者对这个领域也开始疲劳了 所以强劲的表现很难继续 行家只能给出 守住平级和5令吉85仙的目标价 另一个刚公布业绩的 本地时尚品牌保利机构 Bornia业绩同样不错 2023财政年第一季的核心净赚是 1220万令吉 并派发2000股息 联商国际投行研究就说 过去一季都是淡季 业绩还这么出色 接下来就更不得了 第二季有圣诞节 接着还有农历新年 新年完了又有开斋节 这些节庆都可以刺激时尚品的销售 行家还说 Bornia现在的估值只有9.2倍本益比 比销售股平均27.4倍便宜了不少 加上大约10%的周期率 很值得投资 因此给出增持评级 目标价是3令吉 再看下一只股项 联系控股持股51%的子公司 刚刚拿到了全球最大探补货项目的 详细工程设计合约 合约总值5000万令吉 MIDF研究计算 这个合约可以给联系控股 带来大约260万令吉的净利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也说明了这家工程服务子公司 是可以持续做出贡献的 而且明年的电费可能会起价 再加上一些发电配电项目的落成和投产 都是这家公司的好消息 航家看好联系控股的走势即将迎来拐点 因此给出67仙的目标价建议买入